Hello,大家好,我是金培 有利于HU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这段时间他回来玩了一下Apex 而且玩的还是新英雄Horizon 我作为Apex界的菜鸟 当然会想要跟最强的去学习怎么玩 但自己学,倒不如跟大家一起学 这套影片我们可以看一下HU怎么玩新的英雄 以重播和慢进分析一下HU的玩法 喜欢影片的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支持一下 Apex投稿人人开放 投稿的方法在留言区里面可以看到 大家记得看到影片的最后一起欣赏别人的表演咯 现在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当然不会这么肤浅的 只要是HU的片都看 这边主要看他有用Horizon技能的片段 然后慢慢看他到底怎么用 从一打打我们也可以学一下他的玩法的这个目标 那现在先看第一段 Juan 首先爬上去看到生命线本能反应 射了一枪熬拳 不过射了才发现原来有两个敌人 当机立断的想跑走 本来想爬上去 不过滑了下去 然后他叼出Nude放出黑洞 这个黑洞放的位置和时机都很值得学习 他知道下面有两个敌人 随时会一起跳下来 那这绝对是二打一的局面 虽然以他的身法和枪法也是可以打赢 不过这很冒险 他不打算这么做 黑洞放在这里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他知道这个位置 是如果敌人选择追他的逼近之地 也就是直接从满口跳下来的这个位置 如果追下来的就会被黑洞吸住 到时候就算是一打二也不怕了 反正对方差不多什么都不会看到 第二个好处就是 有玩DCG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Horizon大计黑洞的声音很大 放出来敌人也应该只会听到黑洞的声音 所以这个黑洞放出的位置和时机 同时让他堵住两个追兵 防止二打一局面出现的机会 还要让敌人听不到他决切的位置 为之后的反击暴露 果不其然 下一刻HU就开一个Q飞上屋顶 然后从屋指的另外一边突袭 要留意一下这里从HU避开两个敌人 敲到另一边的热口 反击中间的时间连十秒都没有 敌人根本没有猜到他这么快就会再来 正常看到敌人跑了应该会预计他会去回状态 补电补学或者叫救命找队友之类的 可惜他们遇到的是HU 就是这么快就反击了 看到生命线可怜的被扒了一下才知道敌人在他后面 然后是他正常的高水准熬犬表演 轻松把三个头修掉 不过这反而没有什么好学了 枪硬不硬除了练习和天赋也没有什么因素 然后镜头一转到了这一对目标 本来坐在三叉及向还好 向还都被上个队友一起分担 不过Rampa自己上车了 队友也没有管他直接跑掉 HU在这边开了一个Q也不是纯粹为了撒帅 Horizon用Q飞起在降落的那一下 发出的声响很小 不知道这是bug还是什么 反正我自己玩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声音 原理应该跟探路者勾起落地没有什么声音一样 所以被卖的Rampa听都没有听到 就被一枪秀了 然后跑进去他知道自己是1打2的局面 所以跑进去后马上开个Q把自己弹起 除了QG的效果让敌人没有看得那么清楚HU到底在哪 还有把自己的位置快速移动一下 争取一点时间 要敌人抓住他的身影 最后敌人的确连他的毛都没有摸到 周围过分的电能都瘦掉了 看HU自己都暗爽 觉得刚刚那一下真帅 然后这边前判断只是他电能熬犬的表演 不过后面他被打破甲后的Q就值得学习了 在我观察大部分的新手Horizon 包括我自己 也是习惯进Q后爬一点高度就跳出重力胜脏机 这边我们看到QG的另外的应用 他进去Q后没有马上冲出去 而是利用Q给他的高度取得视线 直接在胜脏机里面就把第二个杀了 最后升到最高 刁雷的角度真爽 跳下去直接把判子打进火里面就算了 到这边HU发现自己快要20下了 所以对不起队友也要刁虾他们去收头了 最后会战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HU非常灵活的使用自己的Q 去追向敌人和取得高度 让他的枪法更容易发挥的同时 也没有那么容易被人打到 这边本来HU是想要留住这个敌人的命 叫他去复活队友 因为快20杀了 但残像的人好像不太扣杀 可惜他的队友不知道 已经在射他们了 为了不要把这个头都丢掉 HU也只好一起射 这边又可以看到HU的一个用得很好的Q技 他知道把一个敌人打残了 附近没有其他的掩体 敌人一定会躲在这个石头后面挥状态 所以这个Q直接把HU扶在空中打下去 可惜没有成功杀掉 还跑进了圈的另外一边 HU为了20杀也冒险进去打 然后就是他的个人表演了 这个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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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很不幸的19杀收场 所以总结一下HU在这场表演中 我们可以学到的技巧 首先是第一段 一打二当技力乱的离墙 还有用黑洞堵住敌人追下来的路线 对于Q的运用技巧 也有几个值得学习 第一个是用Q来位移 达到最小化自己移动发出的声音的效果 然后就是在对敌的时候 如果觉得自己的情况有点不利 可以翻Q 但起自己让敌人要多快一点点的时间 把你的身影抓住 虽然在高端墙 这个要跨的时间不会太多 但总比同时撞向人的敌人 却只能站着被射的好 还有一个值得学习的就是 在Q机里面逗留 善用重力伸战机给你的高度 去拿角度打击掩体后的敌人 暂时我看得出来的都这么多 这只是HU回归后 其中一强他普通发挥的Apex 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的反应不错的话 在未来我再考虑多做这种分析 喜欢的记得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 还有什么不足的 也可以在里面一起讨论 不想错过任何资讯更新的朋友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YouTube才在我推出影片的时候通知你 这条影片先说到这里 感谢你们的收看 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